根据最新的照片显示,位处中国上海的江南造船厂,有15艘军舰,正处于不同的建造施工阶段,这清楚地展现了中国海军现代化计划的先进性,以及它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具备的能力。 15艘正在建造施工的军舰,包括了先进的驱逐舰以及航母,其中数量最多的V052D型驱逐舰,最大的排水量13000吨的驱逐舰055型也在建造之中。 到目前为止,已知的已经交付和正在建造施工的052D型驱逐舰有23艘,已经下水和正在建造施工的055型驱逐舰有6艘。 这两型先进的驱逐舰,分别有江南造船厂,和大连造船厂,这两个造船单位建造,必须明确地指出,这两家船厂,并不隶属于同一个集团公司,前者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,简称中船集团,CSSC,后者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,简称中船重工,CSIC。 江南造船厂同时建造施工15艘海军军舰,这样恐怖的效率相比于全球所有的船厂来说,都无人能及,这还不包括大连造船厂,目前开工建造的军舰。 仅从这两家船厂的建造规模,就可以2030年前,中国海军舰队规模做出一个乐观的预测。 另外,上海另外一家造船厂互动造船厂,也属于中船集团旗下,社交媒体声称,目前有两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在该船厂建造,075型两栖攻击舰是中国海军新一代的大型军舰,排水量4万吨,有两个飞机升降台,四个直升机起降点,除了部署直升机, 未来部排除会搭载中国版鱼鹰,轻转旋翼直升机,和垂直起降战斗机。 据江南造船厂照片上意外披露的信息显示,除了驱逐舰之外,该船厂可能还在建造航母。 在照片的上半部分的位置,安装了两台龙门吊特别显眼,交织照片上其他龙门吊,这两台设备明显要大很多,可以清楚地看到,该龙门吊之下,正在建造一艘非常大的舰艇。 有许多的迹象表明,这应是中国正在建造的第三艘航空母舰。 分析广泛认为,这艘航母排水量8万吨,直通甲板,安装电磁弹射系统,搭载五代隐身舰载机,和大型固定翼预警机,目前争论最大的是该航母是否为何动力。 有意思的是,此前中船重工发布的一张会议室照片显示,会议室中心位置的图片上,有三艘航母,其中中间的一艘A直通甲板航母。 不过,分析所指的建造航母的江南造船厂,为中船集团旗下船厂,而非中船重工。 另据2018年11月底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,中国下一艘航母已经开工建造,正在按计划推进。 分析指,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这艘航母,此前中国现有的两艘华越系飞航母,一艘是从国外引进大连造船厂改造后服役,另外一艘为大连造船厂完全自主建造。 这一核技术均转民。 中船重工公布振奋消息。 举舰功率或超美航母。 众所周知,核技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,一直没能广泛地运用到民用上,目前掌握核技术的几个国家,只有少数几个国家,能够熟练使用核技术,并将其运用到民用上,其他国家的核技术大多为军用,民用核技术并不成熟。 但是中船重工近日宣布了一则消息,关于HHP25的项目取得了重要突破,在不久将要投入使用中。 中船重工的这则消息引起了巨大关注,因为这是军转民技术的一大成功事件,更是为我国建造大型核动力舰船奠定了基础。 纵观目前的几大军事强国,在核技术上的运用,都显得游刃有余,就比如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,其领土海岸线面临北极,当冬季时,海面都会大面积的结冰,如果没有破冰船的帮助,想要在该海域通过的船舶,都无法正常的行驶。 但俄罗斯却有一项独门武器,即核动力破冰船。俄罗斯破冰船无论从数量上,还是质量上,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数一数二的,虽然俄罗斯的先进破冰船技术,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,但必须承认的是,俄罗斯将核技术运用到了极限的境地。 因此,核技术的使用,更是考验着一个军事大国的硬实力。 而我国捷报频频的HHP25,是我国第一个海上核动力平台,建称后主要为渤海地区的钻井平台供应电力,因为近年来我国在渤海地区频频发现大规模的油气田,但是这些油气田离海岸太远,无法依靠海岸的电厂供电。 但是目前的海上供电平台所供应的电力,又无法满足开采油气田所需要的电力。 所以,中船重工基于此成立HHP25项目,目的就是改善我国海上油气田开采的困境。 而且核能不仅仅能够满足日常的需要,为海上油气田开发平台供应电力,还是一种比较环保的清洁能源。 由此看来,HHP25平台,完全能够担当起,为海上油气田开采平台供电的重任。 而且HHP25平台的灵活性也很好,在该平台上,还设置了直升机起降台,让直升机能够在该平台上任意起降。 在HHP25平台使用的ASP100S一体化压水堆,更是将HHP25的功率,提高至34万马力。 要知道,美国福特号的最大马力,也只是28万马力,我国首次研制出的海上核动力平台,能够达到这种功率还是可观的。 另外,HHP25平台项目是典型的军民工程,其目的不仅仅是解决我国海上钻井平台的供电,还要被我国创收外汇。 据悉,这款海上核动力平台估值20亿,计划将要建造20个,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前提下,将要出口到国外,这将极大推动我国的工业发展。 虽然我国的核动力舰艇研发比较晚,但是随着我国技术应用的成熟,相信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定地位的,而这次的成功,也标志我国在舰船核动力化上踏出重要一步。 而且我国目前迫切要发展核动力航母,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有航母,但是却以蒸汽轮机作为动力,使用蒸汽轮机的体积太大,占据了航母内部太多空间,而且功率上也不如核动力。 相较于美国的核动力航母,我们的航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而这次的项目所考虑到的核燃料雷池的工作时间,核动力系统的尺寸等现实问题,可以为我国建造核动力航母时,提供一些借鉴。 因为我国的军转民,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,相信我国今后在军工技术民用化,会获得长足的发展,我国的民用和技术,也会越来越成熟。 中传重工打造工防一体装备技术研发体系 12月18日,中传重工董事长、党组书记胡文明,在中传重工电子信息与对抗体系件社会上,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,集团电子信息与对抗研究院首创信地,将雷达探测的锚,与电子对抗的顿结合起来,进行专业化的整合,这是中传重工电子信息化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。 当天,中传重工还举行了电子信息与对抗研究院,下诚八院揭牌一事。 八院成立将全面构建电子信息与对抗一体化装备技术研发体系,为中传重工构建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产业资本运作平台,提供核心优质资产。 根据中传重工总体资本运作规划,旗下上市公司中国海防,将持续进行电子信息板块的整合跃作,将符合条件的电子信息资产和业务,注入上市平台。 打造雷达与电子战一体化系统。 2017年初,中传重工启动723所、724所重组整合,全面构建电子信息与对抗一体化装备技术研发体系,进一步提升建传行业电子信息体系化核心竞争力。 中传重工第八研究院接台成立,标志着两所重组整合进入了新阶段。 两所在强强联合的基础上,统筹优势资源,发挥规模效应,快速形成信息探测与干扰对抗融合发展,攻防一体的海洋信息电子装备研制主体,提升中传重工,在海洋信息电子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,并加速海军构建主权海域,战略要到,即走向深沿海等全方位电子信息掌控和体系作战能力,形成区域战略威慑。 和与强国信息制衡及对抗的优势。 723所以中传重工海博为江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产业平台,下设六个控股子公司,构建了四大军民融合科技产业板块,分别为电子信息板块,医疗器械板块,新能源板块和环境工程板块。 724所以彭丽科技集团,为科技产业化平台,以产品限加平台化运营模式,构建了三大军民融合科技产业板块,分别为智慧电子信息系统板块,智能高端装备板块,新材料研发应用与食品包装产业板块。 整合后第八研究院,坚持以军为本、军民融合、技术领先产容一体发展,首创性币将雷达探测的锚与电子对抗的顿同时并举,打造雷达与电子战一体化系统。 持续注入中国海防平台。 近年来,中船重工紧密跟踪海军装备发展,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,兼设船舶舶行业以军为本、军民融合、技术领先、产容一体的创新型全球领军企业。 目前,中船重工信息电子技术研发和装备产业,涉及十余家科研院所及多家企业。 通过两艘军民两用市场深度融合,以整合后的规模化优质产业汇集资本,以资本促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,不断拓展海洋信息电子领域产业布局,为中船重工构建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产业资本运作平台,提供核心优质资产,形成中船重工海洋信息电子产业聚集发展,与资本运作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。 军品围绕雷达探测,电子对抗,信息对抗体系三大专业,重点发展六大领域军工电子信息装备,建设中国电子信息,与对抗领先科技研究院。 军品重点发展智慧电子信息,及配套工程智能高端装备工程,新材料,与食品包装工程,医疗器械,环保工程五大产业,打造以信息电子和智能高端装备为核心的规模化战略新兴产业集团。 中国海防作为中传中共电子信息产业板块唯一整合平台,将来,集团整个电子信息板块相关资产,都要以中国海防为平台。 目前,中国海防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,对水下信息系统板块进行了整合,未来集团探测对抗板块,导航与通信板块,作战指挥控制系统板块,智慧海洋板块等电子信息板块,将按照集团整体布局,进行一系列资本运作。